三点见证 亲爱的家人平安 接下来向家人们分享三个见证 来回应主任牧师之前跟随圣灵感动而祷告的内容 第一个见证是天性姐妹所分享的 我很感恩牧师在祷告服侍时 被圣灵感动讲到一个情况 其中一位就是我 当时我身穿红上衣黑色的鞋子 四十二至四十五岁之间 长头发在后的 我和儿子沟通出了严重问题 之前已经有两个礼拜 我感到困乏无力 好着急忧伤 报告说话都无力量 也不愿出去走动 甚至走路都是摇晃的 真的很感恩 没想到在主日直播的讲道中 深爱我的主借着李牧师的口讲出来 天父的爱是如此的无微不至 没想到我的情况会被林牧师讲得那么准确 当时的我眼泪不停的流 差点哭出声来 我心里好感动 满满的感恩 我回家吃点东西后睡了一觉 起来后好精神呀 什么症状都没了 我完全得了释放 哈利路亚 一切荣耀归给主基督 Amen 第二个见证是丽华姐妹所分享的 最近半个月 我的左耳有耳鸣的症状 常感到像鸟那样鸣叫 上个主日聚会 李牧师在讲道时 为耳朵有症状的家人祷告 我很感恩 我领受了主的恢复 那天下午 有两个姐妹见证说耳朵得了医治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我耳朵的情况 等聚会结束后 打扫卫生时 心里有一个意念 我的耳朵得医治了 我才想起来 耳朵没有鸣叫的声音了 我就到门口向姐妹们做了见证 感谢主奇妙的恩典 荣耀归于主 Amen 第三个见证是璐璐姐妹所分享的 在三月中旬时 我孩子的耳旁边长了毛囊炎 刚开始很小 后来就越来越大了 一个礼拜后 我带着孩子前往这二医院皮肤科 医生说 这个笼包很大 要马上去外科做切面 也就是微创手术 而且做手术后会有疤 当时我和孩子都不想用手术的方式得恢复 医生就开了三天的药 医生说以他的经验 那么大的笼包啊 不会自行消退的 三天后还是要手术 接下来这三天时间 我和孩子每天都祷告 领圣餐抹高油 过了三天 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就开始动摇了 心想 已经十几天了 孩子因为这个症状 没办法去学校上课 我也只能待在家里照顾他 还是去手术吧 于是 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医生一见这个情况 就说马上准备手术 我问医生 手术后多久能恢复 医生说起码半个月 而且还会留疤 孩子见我似乎妥协了 就问医生说 一定要手术吗 医生说 是的 里面能太多了 孩子坚持说 那能不能今天不要手术 再过两天 听到孩子这么讲 我当时有点惊讶 因为以前进了医院 就听医生的 但现在孩子跟我说 身体是他自己的 他相信耶稣 已经医治了他 我和孩子在楼道上商量后 决定尊重孩子的决定 回到家第一件事 孩子就去拿了圣餐 让我跟他一起祷告 孩子的祷告 我记忆犹新 我真的相信 他是受圣灵感动 说出来的 他说 主耶稣 你已经得胜了 魔鬼和任何细菌 都不能占据我的身体 我相信 你已经医治了我 你会把外面的笼包 都拿走 因为魔鬼已经被你打败了 你说我是健康的 我就是健康的 谢谢耶稣 我已经完全好了 Amen 过了一天之后 孩子身上的症状 还没有明显变化 我有点着急了 就跟孩子说 明天 我们就去把手术做了吧 但孩子非常的抗拒我的话 他说身体是他的 耶稣已经医治他了 我再次被他单纯的信心感动了 第二天早上 我还没有起床 孩子就非常兴奋的 让我看他耳朵旁的皮肤 原来血淋淋的一片 血迹 浓迹 都已经淡了 孩子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而是确定的对我说 妈妈 这下不用去手术了吧 耶稣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 感谢主奇妙的恩典 后来农包又继续变小 直到完全干净了 感谢主 我们真实的经历到 超自然加速的恢复 我知道 是主亲自为孩子做了手术 是不留霸的 并且比医生说的恢复时间 快了数倍 何等感恩 圣灵带领我的孩子 认识他 经历他 并带领我们全家 都更认定主的爱 在凡事上 信靠他 感谢神 透过牧师一直教导我们 任何事情 不看表象 只看真相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我活着 就是基督 住在西安的 必不说 我病了 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健康兴盛的 一切荣耀归给主基督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